那时候 耶稣同伯多禄 雅各伯和若望下山 来到门徒那里 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 经师和他们正在辩论 传民众一看见了耶稣 就都惊奇 立刻向前跑去问候他 耶稣问门徒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 人群中有一个回答说 师父 我带了我的儿子来见你 他负责一个哑巴魔鬼 无论在哪里 魔鬼捉住他 就把他摔倒 他的口吐白末 咬牙切齿 并且僵硬呢 我曾请你的门徒 把魔鬼驱出 他们却不能 耶稣开口向他们说 哎 无信的世代 我与你们在一起 要到几时呢 我永远你们要到几时呢 带他到我这里来 他们就把孩子 领寻到耶稣跟前 魔鬼一见耶稣 立即使那孩子 拘卵了一阵 那孩子便倒在地上 打滚涂没 耶稣问他的父亲说 这事发生在他身上有多少时候了 他回答说 从小的时候 魔鬼屡次把他投到火里或水里 要害死他 但是 你若能做什么 你就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吧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 为信的人 一切都是可能的 小孩的父亲 立刻喊说 我信 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 耶稣看见群众都跑过来 就斥责魔鬼说 又聋又哑的魔鬼 我命你从他身上出去 再不要进入他内 魔鬼就喊叫起来 猛烈地使孩子拘卵了一阵 就出去了 那孩子好像死了一样 以致有许多人说 他死了 但是耶稣握住他的手 拉他起来 他就起来了 耶稣进到家里 他的门徒思笑问他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 耶稣对他们说 这一类非用祈祷和进食 是不能赶出去的 这一类非用祈祷的 是不能赶出去的 这一类非用祈祷的 是不能赶出去的